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长离虽然很赞 但从内鬼时就一直有可能伤害不足的疑虑 尤其炎奏技能又是引领同款 更让人觉得定位就是辅助 但随着正式改版 开放长离适用并能看到正确面板 也让我们知道 官方给长离的定位是主力输出 那么长离的火力真的足够担任主力输出吗? 内鬼时长离的对照组是精细 然而两者是不完全相同概念的角色 我们先看长离的战斗风格 主力输出 共鸣技能伤害 热熔伤害加深 共鸣解放伤害加深 后两者是因为炎奏 前两者就是长离自身的输出 跟精细一样同样靠共鸣技能 但长离的输出是靠连段穿插小爆发 而非直接一个大核爆 以下讨论的技能面板皆为等级1 长离的核心输出为 在星眼状态下施展的普攻 施展后立即解除星眼 因此长离的游玩重点 是要不断的进入星眼状态 要进入星眼状态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普攻试断 第二个施展共鸣技能 共鸣技能上限两次 每12秒增加一次使用次数 核心输出法为 共鸣技能完接普攻 这时后面的普攻会变成星眼版本 星眼普攻有分地上与空中两种版本 地上伤害会比较高 共鸣技能加星眼普攻伤害为 205.94%加148.25% 等于354.19% 其实光这样看就不弱 精细逐天取悦伤害为253.4% 略高于长离 但进入逐天取悦需要暖击时间 暖击前技能伤害只有78.31% 因此我们拿同样可以直接施展的暗主对比 暗主共鸣技能伤害为288% 只论单施展共鸣技能暗主略高 但长离可以补上星眼普攻追击 短时间开场就能连打两波 共708.38% 可是两次共鸣技能放完要回满需要24秒 这段控掌要再补上星眼就要靠普攻四段 长离地上普攻伤害为 第一段29.68% 第二段35.7% 第三段55.02% 第四段89.02% 总伤害为209.42% 空中普攻伤害为 第一段30.86% 第二段51.18% 第三段66.39% 第四段63.77% 总伤害212.2% 空中伤害稍高一点 拿另一个主打普攻输出的五星角色安可对比 第一段28% 第二段33.3% 第三段66.7% 第四段77% 总伤害205% 至此可知道 虽然并不主打普攻 但因为输出手段必须强插普攻 至少面板上并没有亏待长离 然而要进入星眼除了直接普攻外 还有另外一个手段 就是重疾完后普攻 会直接从普攻第三段起手 也就是重疾伤害取代普攻一二段 但地上重疾伤害为62.49% 地上普攻一二段伤害总和为65.38% 空中重疾伤害为62% 空中普攻一二段伤害总和为82.04% 且地上重疾会挑空 使得后两下普攻变成空中攻击 相比地上普攻又会稍微再丢失一点伤害 因此这个手法并不建议使用 星眼普攻命中敌人可获得一层离火 公民解放施放可获得四层离火 有四层离火重疾会变成焚身遗火 该效果视为共鸣技能伤害 也是长离的主要输出来源 面板为329% 精细没骚光的龙王一喷伤害是235% 骚光每层22.4% 算下来焚身遗火大概只等于四层骚光的龙王一喷 这样子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如精细 不过我们换个方法算 50层骚光的龙王一喷总伤害1355% 相当于释放约四次焚身遗火 因此重点就是四次焚身遗火 能否比叠加50层骚光快 当然以精细实战 我可以很确定的说 50层骚光一定比较快 只是手法比较麻烦 长离的叠层只要自己 1A1A 就是技能玩普攻 技能玩普攻 打到技能都冷却后 就一只普攻 AAAAA到你的离火全满就好 离火满了就中击之后继续A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大招可以一次补满四成离火 因此最好就是释放完焚身遗火 清空离火再开 这时可以连放两次焚身遗火 搭配大招的基本伤害 可短时间打出1268%的总伤 且大招的焚身遗火 还会有攻击25%提升 由于大招消耗能量150 释放后又能立刻焚身 共鸣效率对长离也是重要词条 身骸部分 热龙五件套完全搭配 热龙五法四四一一一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四三三一一 由于专五被动提供大量爆伤增伤 拿专五时COST4主十条选择必定为爆击率 但长离是少数目前限定中 拿长柱武器可以完全不浪费的角色 长柱殉刀千古浮流 除了外观外 能力完全契合长离 释放共鸣技能后的真功也能完美叠满 但因为没有增伤 无专五COST3升海选择就会是二属伤优先 COST4的主持条也能视情况选择暴击伤害 不过专五还是比千古浮流硬是多了56%增伤 伤害还是会差一截 共鸣解放能力 强烈建议至少抽1加0 玩过银铃都知道没有抗打断有多痛苦 一个焚身被打断伤害就不知道丢失多少 甚至1加0跟0加1相比 我都会觉得1加0更重要 共鸣2获得离火时常离的暴击提升25% 离火获得并不难 可以当成常驻25%暴击 大幅减少持条压力 共鸣3 共鸣解放伤害提升80% 虽然不如精细基础838%与共鸣5的120%增伤 但610%也算不差的面板 增伤80%能当成一个小核爆 重点还是解放完后的焚身疑火 共鸣4一贯的变咒全队提升 常离的是攻击提升20% 也是对自身提升最少的一个共鸣 共鸣5 焚身疑火的倍率提升50% 造成伤害提升50% 是常离的核心共鸣 可以让焚身拥有大招等级伤害 等级一面板329%乘以1.5等于493.5% 还有额外50%增伤 加上被动20%增伤与忽视防御15% 与大招后增攻25% 这次焚身疑火也能变一颗小核弹 共鸣6 共鸣技能焚身疑火与共鸣解放都忽视防御40% 加上刚刚提到被动有忽视防御15% 总共忽视防御55% 目前还不知道敌人防御影响到底占多少 但官方有可能推出高防怪做球 就等未来实测确认怪物防御 如果等级100的怪物防御减伤有65%以上 对伤害影响就非常大 甚至有可能逆转 在高防怪赛道反超精细 核心共鸣为1.5 建议抽取建议为1加0或6加1 1加0是最低限 但因为没有44111的选择 至少要选一把千古浮流给昌离 才不会爆率脑溢血 二共鸣可以大幅减少 焚身或大招炸下去没暴击的几率 建议有二共鸣在考虑抽专5 六共鸣算实际提升还不明 但都上5了不抽6吗 总结来说 虽然没有核爆那么直观 但长离整体看下来面板并不差 且伤害并不集中在单一技能 相比精细暖击其伤害较低 长离可以稳定的维持不错伤害 并适时爆发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操作手法要比精细无脑多了 有技能开技能 没技能平A到离火满就开重击 以上就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